连续两次撬走杨幂男友 王欧跟他到底有什么仇什么怨 2016年 刘凯威深夜溜入王欧房间 孤男寡女共度凉消四小时 二人优惠的视频被卓某人偷拍曝光后 立刻在网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不过娱乐圈的人向来嘴硬 刘凯威随即发文称 这个消息很不靠谱 两人只是晚上在房间里面聊剧本罢了 而王欧为了维护自己的名声 也发文称 还能不能好好玩耍了 一副轻者自轻的受害者模样 不曾想这时捉某人又放出重磅消息 放言称 两人当时并没有开灯 难道剧本自己会发光 夜光剧本的名号也由此而来 而且从视频可以看出 王欧为刘凯威开门时 穿的是白色裤子 关门的时候却只穿了黑色裤子 席中的猫腻令人不禁细想 可怜当时在飞机上被蒙在鼓里的杨幂 一下飞机就被记者堵了三个小时 只好装傻充愣地声称相信他们 但没过多久 二人还是离婚收场 王欧也被网友说成是婚变的肇事者 可事实真是如此吗 其实这一切都是捉某人恶意剪辑 只为逼刘凯威自爆离婚 听到此话众人才明白 王欧 杨幂和刘凯威都是这件事的受害者 但王欧和杨幂的恩怨情仇 牵扯的可不止刘凯威一个男人 当时杨幂跟刘凯威离婚后 又跟魏大勋扯上了关系 经常被媒体爆料甜蜜约会 眼看杨幂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王欧又坐不住了 在节目中 向魏大勋伸出贤猪手 但杨幂又怎会容他人挑衅 直接扒出王欧与前男友的结婚照片 这下彻底点燃 无数赤瓜网友的八卦之心 将他几次三番挑衅人父 却不愿当人妻的黑历史八的抵朝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